各位媒体先进 各位全台湾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总经理高景延 随着这个球技的开打呢 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球团以及球队都全力备战 以及不断的希望可以改进及进步 带给所有球迷呢一个完美的球技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呢 就是一股力量在外面不断用不同的方式来诋毁 来污蔑我们球团的一个努力 严重的打击我们球队今年开机的一个时期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再一次的说明 我们资金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资金呢是经济部投审会核准 所以呢是一个合法的外资的投资进来的资金的来源 但是即使我们不管多次的怎么样来解释或者来声明 或者来跟大家再一次的强调这个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就是有一些不销为人士用这种方式来打压我们团队的一个努力 甚至呢在联盟里面也有人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剥夺钢铁人应该在联盟拥有的权利 以及呢在我们联盟里面呢应该有的一些得到的尊重 所以呢在这里我再一次的声明 高铁人支持过钢铁人的资金是一个合法的外资的投资在运动产业里面 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发展南台湾篮球运动的推广 以及让这个高雄篮球的球迷人有一个非常棒的职业篮球球队的想念 在钢铁人球团我们非常相信市场机制 如果钢铁人今天经营不善而被市场淘汰 我们真的没有话说 但是我们在南部的努力 我相信所有的雄青以及全台湾的球迷是永屋共睹的 不管是在在地的经营 当地基层篮球的推广 以及去年引进林书豪打出了又一次的林来峰的成绩 都是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忽略的事实 我们在这边郑重的宣布 以及再一次的呼吁 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会持续的努力的 而且永续的在高雄地区经营 我们不管有什么样子的人来打压我们 我们都会不断的努力 为高雄打出最棒的一个成绩 最后呢 我在这边也希望呼吁我们新选的会长 张思汉先生 我们认知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行人的会长 而且我们也希望呢 可以透过你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可以帮钢铁人以及台湾的篮球 继续有一个很棒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篮球联盟 延续下去的一个精神 让我们呢 可以在互相合作 互相信任 以及呢 共同为台湾篮坛呢 打造一个最完美的联盟为前提的目标而前进 在这里再一次谢谢 我们雄青的支持 以及台湾篮球球迷的支持 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